所以是政治的关系 如果是很跌的话 那预估啦 这两年跑不掉 等到跌完两年 就是总统大选选完之后 再看当初 那时候是谁当选 来决定房价是涨还是跌 大家好我是范姬斐 嗨我是路易莎莎 欢迎收看肥宜所思 那今天阿姨想知道呢 我们想来谈谈房价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是因为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就在讲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会啦 就在说呢 亚洲的房价要崩盘了 OK 我不相信 那我们台湾是在亚洲里面嘛 所以我马上就直觉的想说 那这个我们台湾的房价 有没有在这里面呢 是不是也会崩盘呢 OK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房价崩盘好像很可怕 可是我觉得 未必是全部是坏消息 说实在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抱怨 房价太高 不是吗 所以我特地去请这个 路易莎莎找了一些数据 来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过去十年里面 房价涨了多少 然后跟薪资涨幅 这个比较是怎么样 来路易莎莎 好就是我们先讲台湾的部分 通常我们在衡量 房价贵不贵的时候 大家很常听到 不吃不喝 几年买一栋房 就是我们会讲 年收入跟房价的对比 那我们先来看 这十年之间 我们找了三个地方 除了台湾以外 我们另外找了中国跟韩国 就这三个地方都是大家都觉得很痛苦的地方 来比较看一下 那台湾在这十年之间 从2012年到现在 实质薪资大概成长了21% OK 但是我们的房价成长了56% OK 所以简单说追不太上 追不上 就是差蛮多的 差蛮多的 很难追 韩国也有类似的状况 韩国的实质薪资这几年 这十年间成长了11%左右 但是他们的房价增加了25% 也就是四分之一 OK 所以也是追不上 那中国的话 中国的数字比韩国稍微夸张一点 但比我们好一点点 他们的房价成长了40% 但是因为他们在这十年之间 经济发展的不错 所以他们的所得 其实增加了一倍 是106% OK 好 可是这是这个数字啦 但是有另外一个数字的话 可以大家另外一个picture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薪资涨幅 还有这个房价涨幅嘛 那另外一个数字跟大家讲一下 好 那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数字 刚刚讲的比方是官方的数字 那我们另外一个数字是从一个网站叫 Nunbeo N-U-M-B-E-O 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它的来源是从住在各个地方的人 自主回报 所以当然它会有统计上一些偏误 但另外一个程度上是 它会更贴近 像是你我这样子一般普通的人 他们反映出来的所得跟价比 我这边给大家讲一下 中国是27倍 27倍 27倍 韩国颈椎债后26倍 然后台湾是21倍 那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这三个国家都名列在 它的数据库里面的前14名 也就是我们都是前15名 就是非常非常痛苦 很难买房的地方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所以今天要谈这个房价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想找一个专家 这样子 那我们就找了Sway 这个Sway的背景 我也请路易莎莎跟大家讲一下 好的 Sway它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 就是它现在房仲液待过 然后它又跳到去建商 但是呢 它有点像是 它有太多看不惯的东西 它觉得不图不快 所以它就跳出来 写了三本书 这三本书叫做黑心建商的告白 然后黑心仿仲的告白 还有最后还连投资客一起骂 叫黑心投资客 它基本上把这个行业里面 所有相关的人都骂一顿 没错 而且接下来的十年间 从2012年开始 基本上你去看 不管是它的脸书 或是它的专栏 基本上它都是把这些人 都是痛骂一顿 然后就会告诉你说 这些建商很黑 某某建商很黑 某某区断很惨 不要买 当然它不是叫大家不要买 但基本上它是会告诉你说 我们要聪明的去当个投资人 不要去接人家的烂盘子 这是它的初衷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谈台湾的房价 是不是会崩盘这件事情 我们就觉得 找这个应该算是空军 空军 皇室空军 长期的空军 来跟我们谈一谈 它觉得可能性如何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Sway怎么说的 Sway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Sway 然后我来到了范 范小姐的世界 怎么样 这个都我老公话的 还不错吧 评价一下 我觉得好像上了那个 两性资商室 我们今天后来主题 是讲两性资商 是这样子吗 不过Sway刚刚一进来 就跟我说我们风水不好 对吧 你这个看房子 看到这个很有心得 是啦 因为如果说就住宅 当然是不好 可是这里是商办空间 我觉得员工忍耐一下 可能还可以 就是员工忍耐一下 现在上进 就变得比较安全一点 好啦 我们今天找你来 其实是想要 是因为看到一个新闻 IMF在说 这个亚洲的房价 可能会崩跌 然后 我现在就想看看 你是房市专家 所以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们台湾的房市 会崩跌吗 亚洲的房价崩跌 其实是现在进行的事 中国的房价已经在崩了 那只是说 他现在中国又 有一些省份寄出一些 限跌令 让你不要跌那么辛苦 然后这样说 现在中国又风控 又病毒一大堆 所以中国的房价的确很惨 但中国不代表亚洲 那台湾的房价是因为 你也知道 美国升息之后 整个股票大跌 美股跌 台股也跌 于是整个后来 就是往后delay半年之后 台湾的房市开始跌 好 所以台湾的房市的确 慢慢的在跌当中 然后当然最近政府 执政党选现实上 选的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可能想要 来一点居住正义的一些 猛要 然后去拯救他自己的 政治的势力 所以台湾的房市 的确正在跌 没错 多数的媒体 只要是拿了钱来 都不会讲这句话 只会讲说 建商好辛苦 原物料涨 建商的土地 节节高升 房价要跌 不容易 所以你听到 大概就是这类的版本 但是聪明的消费者 或是说认识我是我的粉丝的人 大概都知道 现在房市其实真的不是很好 那你走出去外面看房子 其实房仲 比如说有些房仲 已经去坐Uber去了 因为没有生意 为什么没有生意呢 因为屋主 看到很多正面的新闻 觉得房价有机会 所以很多屋主还在等 然后不愿意降价 因为台湾的多数的 自住客的屋主 都还算有钱 然后他们可能房子 也是住个一二十年那种 然后要换房子 所以手上那些房子 舍不得卖 那现在目前会跌的 就是投资客的房子 因为投资客 你也知道 会买房子就会买股票 然后会买股票 就可能会被套个三四成 或是说他的股票会少很多 那甚至像新竹 预计也有很多 虚拟币的受灾户 所以现在房市当然跌 我综合一下 一个就是因为美国在升息 这个是一个因素 因为还没升完 还没升完 这是一个因素 那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自己 这个 我们自己国内的因素 对 政治因素 政治的因素这样 所以造成说 现在房价在跌这样 所以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台湾现在这个房价跌的现象 它是一个短期现象 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 以这么多年台湾的政治环境 一定都是短期的 每两年一次 然后比如说选个县市长的时候 来一个什么政策 然后或者选个总统大学 来个政策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 政治手段的循环的房市下跌期 其实台湾的房价大概就这样 那其他就看大环境 如果大环境没有什么变的话 那大概房价就渐渐往上浮一点 浮一点 不过这一次的涨价比较离谱跟特别是说 涨价还是跌价 没有 去年涨价 今年跌价 OK 那去年涨价大概是执政党的关系 这有点远 比如就是当年的花境群说 政府不打房 于是房价开始乱涨一通 一直涨到 今年美国开始升息之后 房价自动下跌 那这时候政府才说 我们做得很好 房市已经缓着陆了 你看那个央行总裁是这样讲 所以现在是喋喋不休的时刻 那当然 如果说你这边的观众 是投资客很多的话 当然会很不爽 就是听到十位就马上转台了 因为他都会说 都是我害他跌价格的 那如果说自住客的话 那当然很开心 就是说太好了 终于有机会了 可以找到一间自己喜欢的房子 所以现在的房价下跌 反而给自住客一些时间 争取到一些看房子的时间 所以感觉上来讲 你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反正长期来讲 它的基本面不变 它还是会 就是还是会回到 上涨的路线上面 蓝绿政治的操作下 都是会让房价 渐渐上涨的一个局势 但是台湾在某些地区 有些地区是打破了这个东西 比如说很多地方是八年房价不涨 当别人涨了一倍的时候 它还在不涨 那这就代表说 其实后来的后天环境 会改变这些事实 比如说像新庄 比如说像林口 比如说像板桥某些地方 这几个地方都是 大家都在涨 然后可是就他们还没有跌 反正还继续跌下去 所以你讲没错 大环境房价一直涨 三十年前房价也没那么高 对那可是如果你看个八年十年 不是不一定 不一定 有些地方会涨 有些地方还是 还是涨不上去 然后就滞销 或是就 比如说像信义计划区 滞销耶 信义计划区是没人要的地方 你知道吗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央行 央行总裁 杨金龙说 他说他这个房子 希望他是 房市 他希望是软着陆 但是他没有打算 要放松信用管制 所以你刚刚也讲说短期之内房价应该是会跌 但是你觉得我们有没有一个跌幅可以预测 没有办法预测 因为台湾是政治改变的世界 如果假设这个礼拜三的打房政策 on了 然后立委一审通过 那自然 银件股会大跌 然后投资客会开始抛售 那这样就会跌一段时间 一直跌到说 好啦 总统大选看谁有赢面 然后谁站出来说 让大家财富增加 那这样子就涨回来了 对啊 所以是政治的关系 如果真跌的话 那预估啦 这两年跑不掉 等到跌完两年 就是总统大选选完之后 再看当初 当那时候是谁当选 来决定房价是涨还是跌 嗯 你刚刚也有提到嘛 中国的房价 其实一直在跌这样子 我们其实也做了好多波新闻 是在讲那个中国的房市危机啊 那其中就有讲到这个烂尾楼 这个情形 我说实在我在看的时候 我看不大懂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在 欧美市场的话 出现这么严重 其实很严重耶 就是这个事情 欧美是很严重的 对 这个会很严重 可是我说实在 我看中国的话 因为它讯息不透明 所以我其实看不出来 那个洞到底有多大 其实台湾也不透明啊 对 那中国的不透明是 因为中国永远不透明 中国是党决定 你要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目前中国是往下跌的 那至于烂尾楼情况 也是中国决定这个 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没有答案 要看中国的党 告诉你是什么 嗯 就看党要怎么样做 他反正他是可以用 党决定要不要烂尾楼这样 嗯 OK 那在台湾的情况 我们有没有 我们需不需要担心 台湾也会发生烂尾楼的情形 其实台湾如果说房价 在那个房价一下子狂跌 那一定会发生 那这个发生是好事 因为过去很多小型建商 就是杠杆操作太大 就所以去年 今年都有几个建商 纷纷重建倒地 而且这些房子的烂尾啊 它是卖完的哦 它只是不想盖而已哦 然后觉得 为什么不盖好就好了 不是因为他把房子 全部抵押出去啊 比如说台北有一个 很知名的建案 他开了很高的价格 到目前一户都没卖 那为什么不这样一点卖呢 因为他这个房子 全部抵押给银行了 所以如果今天房价 往下跌的话 的确会让这些烂尾楼 叫做线洗 好 那我觉得 但这些房子 本来就应该烂掉 才多或是给它炸掉好了 不然其实它就是 银行很可怜的地方 因为银行 只有银行持有它 那但是银行 要这个房子也没用 因为它已经是超额了 就是超过它的价值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台湾出现 更多烂尾楼 反而觉得是一件好事 那就像说感冒 你一直憋在里面 你不给它咳出来 你不给它喉咙痛 把症状发出来 它永远不会好 所以我觉得 有烂尾楼的情况 好事 那会不会有呢 其实陆续还都会有 但都是处于 那种小型建商 小型建商 你如果说要变成 像过去那种 大型建商倒闭 什么东地市 樱花 什么熊猫那种 我觉得 如果发生的话 它是健康的 我觉得我很常能讲 它是健康的 你说大型的发生 大型建商如果倒闭的话 那它的确是健康 因为大型建商 它用很高额的杠杆 然后用了投资人的钱去 用银行的钱去 盖房子 或者是一案晚一案 所以万一它 今天变成烂尾楼的话 就表示银行终于了结 这个案子 所以它就不用再担心说 你又养银 那这种烂建商 就应该多给它倒一下才对 不然你只是拿钱 去撑它的命而已 你拿毒去 让它精神很好 这没有用 那不健康 我觉得以资本主义的 这个理论来讲 我觉得当然 它经营不善 就过度杠杆 就让它倒掉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就是说 接下来衍生的问题 第一个我要担心的就是 它会不会有扩散效应 以前也没死过 对 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一次 比较大家忧虑的就是说 它的烂尾楼 其实是因为很多 它地方的银行 它的坏账非常的多 对 然后它是大规模 一旦房价下跌 超过一个幅度 之后就直接给它烂掉 因为它就不要还钱 对 没错 其实我觉得在看 中国的烂尾楼的时候 让人最担心的 不是这些烂尾楼的问题 这建商倒就倒了 可是问题是 它扩散下来 造成地方银行 有可能它的这个地方银行 它自己都会有财务的问题 其实中国不会啦 对然后好了 我一直就正常的情况之下 正常的情况之下 对正常的情况之下 其实中国的银行 顶多只是挤兑 然后国家拿钱 去补那个洞而已 然后结束 对 那台湾也是一样啊 因为过去也发生过嘛 然后就是一样 就是那个国家拿钱 出来填那个洞 结束 OK好 反正总而言之 我们不用想那么多 像我这种 就是在美国 这个资本主义 想太多 美国就不会 因为美国就是 要倒就给它倒 对没错 银行倒闭 我政府才不会拿钱 出来帮你嘛 也不是说没有做过啦 不过就是金融危机那一次 的确也是有纾困过 但是 但是基本上是不 不会全就 不会全就 就是要倒就给它倒 对对 它还是会放给它倒 可是在台湾就是 都会拿钱出来 都会拿钱出来赌嘛 那钱是谁 就是我们的纳税人的钱啦 对啊 所以这个买房子的风险 真的很小啊 在台湾 在台湾是小 可是风险在于 你买到烂房子 你买到会露手 是买到你越住越生病的 因为现在 家破人亡房越来越多 住进去就家破人亡 好 那你的父亲在这里 那你说投资客 拿房子去赚钱 或许你可能赚到钱 或许有可能就是 一次卡住 就整个都卡住了 所以前阵子 台股崩迭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 投资客的房子 实在受不了 全部丢掉 那这个 为什么没有引发海啸呢 是因为刚好 这些投资客 跟建商都有 长期的默契 所以他们要丢掉之前 会问建商 那建商就会很便宜的 给它收回来 所以对这些投资客来讲 他们手上 损失在房地产的不多 因为有跟建商有默契 等它景气回来 或是等它钱有的时候 它还会再跟建商消费 所以不要害怕 我觉得在台湾 不用怕这种事情 好 那接下来再讲 我觉得在台湾来讲 是不是真的买个房子 它到底是要自住呢 还是投资为主 我说实在 我觉得它拿房子来投资 当做投资工具 这件事情 我也不能说不对 那我总觉得 好像在台湾 这个 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投资工具 没有 其实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就是如果你拿来自住的话 就天津地 大家不会害羞 那如果拿来投资的话 其实社会上对于投资客 或是你讲说投机客 其实还是拿石头丢的等级 因为你房子赚到钱 那谁亏到钱 那下一个人就 他的血就被你吸光了 所以曾经比如说 像高嘉宇卖房子 大家都大骂他说 你这个不要你的女人 为什么你对 你房子卖多少钱 什么什么 就会去骂他说 你这样你房子卖掉 那你接你的手 不就是白痴吗 就是被你吸血 让你什么什么等等 所以台湾对于 房子投资这件事情 有一点 一个是这个 道德 有道德 另外一个叫笑评 不笑仓 比如说艺人赚到钱 大家居然觉得 好棒 我也要赚到钱 这样 就变成两极化 我觉得有点不太健康 然后这样说政府 动不动就鼓励大家投资 我觉得台湾的政府 有些蛮激情的 比如说台中政府 鼓励来消费 投奖一户套房 怎么样 你把房子拿来当做 一个鼓励的东西 是鼓励大家炒作吗 不是鼓励消费 变成说你拿房子 当做大家最终的目标 所以变成消费者会觉得 好 那我以后认真赚钱 就是要我买房子 认真赚钱来 赚到一间房子 或者把这个房子 再赚到更多的房子 这是不对的 所以台中后来 把社会住宅地卖掉 也是被大家骂到个臭头 那卢秀英这一次 差点没选上 也有一部分 就是为了社会住宅的事情 所以台湾的人你说 好了老一辈就是 嘴巴闭上 投资当包住宫 好那道德感稍微 就不会那么被大家苛责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长期的事情 那哪一天你卖掉的时候 老妈妈嘴巴都会闭上 因为自己赚钱自己知道 可是其实道德上 年轻人还是会有一点 觉得是说没有买房子 就觉得 都你在赚啊 那我就不要认真 不要努力就好了 在台湾真的买房子 可以赚钱啊 可以啊 我觉得是这个就是一个摆明的情况嘛 就是说 可是你赚了我们小老百姓的钱 或是叫他年轻人的钱 那年轻人怎么办呢 所以我从来不去鼓励 房地产投资这件事 因为他毕竟赚的是 下一个人的血汗 对 拼死拼活 他可能送Uber 他只能够存到那一点点钱 去养家糊口 赚 然后买一间小房子 然后结果呢 被一些资产阶级 轻松赚到那些钱 那台湾不就没希望吗 所以台湾的确可以成为一个 投资之导像香港一样 可是台湾也可以选择 不要变成像香港一样 就是那种贫富差距太大 然后人间跟地狱 实在是太可怜 太恐怖的两个世界 我觉得台湾有机会 可以避免那种情况啊 可是我觉得 如果说当买房子 可以赚钱的 这个因素不拿掉的时候 就是说 比如说他跟其他的投资工具 比起来 他如果又保值 然后他的那个 就是赚钱的 比如说他的那个 报酬率又高 对他的风险又没有那么高 对风险又没有那么高 报酬率又不错 我觉得只要这个 这些因素都不改变的话 永远都是投资商 Exactly 就是说你 你是为你讲破嘴 都不会有人不投的 对了 没错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只能过去 能够多讲一分 就是一分了 那当然说像 台湾的法律 比如说有像囤房税 这种东西 像美国 养一间房子 其实成本不便宜嘛 大概是总价的 一%两%左右 那台湾是千分之几 万分之几 或甚至就是 你现在给淘楼水淘掉 那当然 我觉得你看 美国都没有去鼓励你囤房 那台湾在鼓励你囤房 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 两个世界 只是说现在只能靠说 政党选择 我又讲到政党选择 因为有些政党 愿意去让大家 不要去做投资 房地产这件事情 只是说那些政党 讲话都很小时 那如果说原本 它是属于那种 不鼓励大家投资 结果后来建商拿钱给他 当做政治现金 他马上就闭嘴了 比如说我们蔡总统就是这样 哈哈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颜色 但我觉得就是 人是会变的 我觉得 当然我们就觉得 下一代 很忧心是 下一代的希望 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是 有一个strategy 就是说那只租不买的这一种 我其实自己是属于 我在美国的时候 二十几年 我都没有买房子 我就是属于只租不买这一种 所以你对这种策略的看法怎么样 其实可以 比如说白家丽 他在台湾住了这么久的饭店 他没有买房子 他只住饭店 他的论点是说 我回到家有人帮我扫 水电还内涵 算一算 而且地段超级好 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我可能当然可以在台湾 弄一间房子 可是一样的钱 我只能弄在很烂的地方 所以只租不买 如果你是在 一定要在市中心居住的话 那绝对是好 因为你在台北市市中心 买一间像样的房子 随便讲六千万 可是你房租如果是十万块 你就可以十万块 就解决不需要拿六千万 你总是六千万的两成 是一千两百万 你也不用去压一千两百万 在房子上面 所以这个成本项目 比起来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今天是要拿来退休的话 那你应该是只买不租 因为你退休了 你需要舒适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环境 可能就不需要在 昂贵的市中心 你可能稍微边边都可以接受 那你就可以买房子 不一定要租房子 那也有人是一辈子租房子 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你只要现金流算得好 那你钱在你这一代 花光也就OK了 因为台湾人有一个 会买房子的重点 就是要把财产 留给下一代这个观念 所以有下一代人都会想说 我当然是买个房子 留给下一代 那下一代 承接上一代的丰厚的房子 他就会继续 比如说可能富足三代 这样 他房子会增值 他房子可以都更 可以赚更多钱 所以这也是观念问题 但我觉得你的话 美国租久了 其实市中心租房子 没什么不好啊 对啊 因为你钱可以拿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 对啊 而且你钱可以拿去 做别的投资 你看你这个摄影棚要钱 对啊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 只是说我觉得回来以后呢 就有些亲戚朋友 就会讲说 哈 你还在租房子啊 前面的房仲租啊 或是说 露出鄙视的表现 哈 租房子啊 好可怜啊 我不要施舍你一点钱 但我觉得 就像你嫁给外国人一样 这是你的选择嘛 对不对 对啊 你嫁给外国人 不要脸 不是啊 那是我的选择 关你什么事情 我是没这样想过啦 对啊 关你什么事情 哈 你嫁给外国人 还那呢 因为有时候 老人家会觉得外国人是还那 但我觉得自己选择没有不好 所以如果你只要选择说 钱在你手上花完 那的确是好事 因为我也可以举很多例子 是说 你存钱给下一代 然后下一代是给你败掉的事情 或是说 付不过三代 反而你给下一代 反而是害了他 这也是可以 这是很多例子是这样的 嗯 师傅你今天来 我觉得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了啦 那既然房价看起来短期会跌嘛 那你建不建议现在 比如说 他现在手上有一点钱投机款的人 是不是进去充进去买 嗯 我觉得时间还没到 最甜蜜的时间点还没到 但是 你要选择 一个是甜蜜的时间点 一个是 好房子 这两个东西 好房子 纵使房价下跌 他顶多跌一点点而已 那烂房子会跌很多 所以 如果说你今天要用最甜蜜的价格 买到一个烂房子 的确再过半年 或是等到政府打草房 很多人拿出来抛售 或是你去买烂尾楼什么的 那个价格会最漂亮 最低 以后未来可能会赚最多钱 但如果你今天是用自助的话 我觉得你是找一个好房子比较重要 那好房子可能就只有一点点而已 嗯 那就 我其实呢 我觉得好房子的那个 说实在什么时候买好像没有差很多嘛 没有差很多 没有差很多 所以就是需要就去买吧 对 可是你要有那个眼睛 要有那个训练 找到你要的房子 比较重要 好了 那这样子好了 那你给我一点那个好了啦 你给我一点建议好了 如果现在 你要买房子的话 我觉得对 比如说我现在要买房子 你说去哪里 你说有些地方会涨一些地方 没有你只 那是哪些地方 你只要注意三个地方 就是你工作在哪里 娘家婆家在哪里 跟你熟悉哪里 就只有这三个点 我举例 我随便举例啦 比如说 澎湖以后会有国际机场 以后澎湖地价会上涨 那你要买澎湖吗 太远了吧 See 所以有个地方叫 假如这个事情是真的 因为我真的有考虑去买澎湖 后来就想 我想说 每一次都要坐飞机回家 是不是有点夸张 是因为澎湖有一段时间 澎湖是有炒作的热潮 因为那时候讲说 澎湖会开放观光 全世界会只是飞这样子 就后来 没有啊 然后后来就是 澎湖只能住半年 因为冬天的澎湖冷得要死 风超大 你如果不喜欢海鲜 你可能会吐死这样 你这样子 澎湖的观众都骂死了 好了 澎湖适合喜欢海边的 吃海鲜跟觉得海风不大 没有关系 像我喜欢夏天去捧 可是冬天我也不敢去 因为风子很大 那我说 好 淡水 有成绩有一字头 你要不去买 淡水太远了 所以变成是说 大家后来 想半天 有什么利多都不管 最后还是回到说 这三个地方 你工作在哪里 你的娘家婆家在哪 跟你熟悉在哪里 你只能会在这三个地方 买到你的自住房 其他都是你 痴心妄想 或是你的实验品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房市 因为在中国的情况是 它的房市是 它非常重要的 一个经济的火车头 其实台湾也是 其实台湾也是 台湾也是 所以说你这个样子 我说真的 我觉得它一定会跌高的 因为大家都会希望说 这个它带动经济 或者是说 我在卖的时候 当然想赚一点钱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觉得是 我们的经济结构的问题 还是我们的 这个传统观念的问题 都是 但我觉得应该 要给下一代机会 给年轻人机会才对 所以我们讲说 有时候 有一些候选人 推出社会住宅的论点 在市中心推出 便宜的房子租给你 让年轻人会觉得说 我们在市中心可以方便 就像说 如果今天你要在台北市 台北车站附近 租一间房子 也是不便宜 可是如果你今天跑到 新北市 那就便宜多了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今天政府愿意 帮助年轻人 扶他一把 在台北市能够找到个房子 那他的竞争力就有了 那他就不用说 每天通车类的要死 跟那些 住在台北市的比起来 对不对 那台湾的竞争力 就因此而往上涨了 可是就很可惜 因为政府就是又怕 财团不给他政治现金 所以我们的社会住宅的租金 就变得越来越贵 而不是真的 社会福利的概念 就是应该要半价租给他 就像纽约也有 那个限定房租的 那种房子 那法国也是在 最好的地段 给社会住宅 而且房价 房租是市价的一半 那这样子国力才会强盛 所以我觉得 这还是人为选择问题 纽约市政府那时候 其实是 他们是真的 就是画了一块很大的地 就是然后是 而且是方便的地方 因为年轻人的上班 对一定要重点 这个才是 要方便的地方 对对对 这才是重要 对不然的话 说实在人力都流掉了 所以他现在他就是 他的确是画在一个 很繁荣的地方 精华地交通生活都很好 然后他的确是让 就是的确是 同样的地方 他要塞更多人进去 可是我觉得台湾很残忍 比如曾经 大直地区有出现民众抗议 抗议什么 抗议那个 社会住宅在我家旁边 然后我就觉得 这人是人性很不堪的 他们嘴巴讲的是说 你的那个 你们政府啊 都没有告诉我们 要在这里做 以后这边会很多人 我们塞车 你们也没有解决 怎么办呢 什么巴拉巴拉的 讲白了就是 他不要让社会主义进来 他就要 不要让穷人跟狗 进到他们的 这个昂贵的地区 免得是说 年轻人就不再 跟他们打工了 年轻人只要很轻松 住到市中心 那谁去理会 这些资产阶级 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 我很难理解 因为其实年轻人 住竟然是好的 好事啊 是好的 可是他会担心 他的房价变少啊 或是说 你如果说便宜住 那我的房子租给谁呢 就会担心这件事情 因为只要是政府 房源盖社会住宅 那一区的租金都会下跌 对啊 那可是我觉得那些 就是很残忍 就是变成说 人性的那个最黑暗面 突然间全部鬼都跑出来了 诶 四位 可是我必须要讲啊 你这个理论呢 太诉诸于 我觉得你比我还左胶 就是太诉诸于 人性的那个理想 就是说 有点像道德呼吁啊 我觉得是困难的 没有 这是最后一条了 只能做道德呼吁 因为政治人物 他们没有那个脸面 做这个事情 可是我得 我还是得继续呼吁是说 你不觉得给年轻人机会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吗 如果台湾的年轻人 我们讲年轻人多少 大概就是一半左右 以下的人 这些人其实 我们为什么叫一半 月薪五万块的 大概占全部台湾的 大概有七成左右的人 这是政府的统计 月薪三万块 大概就是两百多万人 那你不给这些人机会吗 你不给这些人 一点人生的希望 还是你要让这些人 流离失所 整天只是租在 有钱人的房子里面 然后整天为他们打工 然后他们一个月 真的只有三万块的薪水 他们就没有任何的生活品 你觉得台湾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不应该 所以政治人应该是权衡 比如说好 那我们还是鼓励建设 该给的商场还是给做 该结员还是给干 然后可是呢 对于市中心 得要照顾这些年轻人 你不能把年轻人丢出去 对啊 所以台北市盖了很多社会住宅 我觉得是好事啊 那只是说 后来被一些市议员挡住 或是被预算挡住而已 或是被一些政治情绪所挡住 不然 举例 地宝旁边有一个大块地 那一大块地 当初一开始 有人说拿来做社会住宅 所有的富豪都反对 对 你怎么可以让社会住宅来我这边呢 那当然讲一些事事而非理 但是如果那一块地 我们盖成一个101好不好 所有人都会举手赞成 那为什么101人不多吗 什么交通不塞车吗 不会 因为101只会让他们彰显房价 所以我讲的是一种平衡的方式 因为我从来不会觉得说 政府应该死命打房 打到底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真的要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跟让这个国家兴盛的方法 其实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 你其实解答我们的问题 就台湾的房价会不会跌 会不会跌很久 就是跌 会 两年 两年 至少两年 好了 今天非常谢谢世卫过来 好 那今天take a way 我先讲好了 那我觉得今天两个最重要take a way 第一个就是 史未讲的 就是台湾的房价会跌 但是不会跌太久 OK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房 先存好钱 先存好钱 OK 然后可能等一下 然后再进去买 这是他的建议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take a way 那第二个take a way呢 就是 我觉得今天史未讲的是 我觉得真的很有理想化了 那我觉得帮年轻人想 我当然觉得这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台湾没有其他的投资管道 就是如果说只有投资房子是一个最投资报酬率最高 也是最安全的这个投资管道的话 他就会不停的涨 因为所有的资金就是会圈在房地产里面 他就是出不去的 所以我觉得是以这个长期来讲 我觉得没有看到解放 确实就是只要刚性需求在那边 他这个东西他需求在那边 你要说他要多跌多少 其实我觉得很难啦 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可以做的方式 我今天的take a way比较像是 如果说建商有他们的方式去影响政治人物 去做出对他们有利的政策的话 我觉得人民这么多人 你这么多票 政治人物是在乎的 要有更多这样的声音去施压你的名代 或者让至少让政治人物知道 我们很在意这种事情 不然就不会有时评制啊 不会有时假登录2.0 这样的东西出现 这是一个 第二个部分就是只租不买 其实他今天有说服到我啦 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 因为你有那个弹性嘛 你可以保留资金的水位 那其实对年轻人来说 保留资金水位的流动性 这件事情是蛮重要 就是你不要开那么大的杠杆 去买一个 你不太确定 你到底有没有要长期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继续只租不买 大概是这样 OK 好那今天也欢迎大家来留言 告诉我们 你对于这个Sway的这个预言 你的感觉怎么样 那我们也可以半年之后再找话回来 看看他讲的准不准这样 OK 那今天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分享 按赞订阅 对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